你又有什么事啊 那个 是顾知和钟正伟 那我给你买的 什么呀 感谢感谢生活的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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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吸吃 口里长生的是我最爱 这么多好吃的 什么都有 这我也吃不了了 要不拿出去 跟外面同事分分吧 别别别 领导吩咐的 你这是专享的 主要是 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把营养补上 太辛苦了 反正就谢谢领导 我这一箱就够了 这一箱 要不你拿出去 给她们分分 这一箱 你不要就不行了 我去 你们是不是想累死我呀 小卢 我可以给你帮忙啊 咱们再努努力 你帮忙 你会吗 不会 不过我可以学呀 如果你愿意教我的话 我现在就是你徒弟 您都多大岁数了 您当过徒弟 您好意思吗 我没那么老吧 我没那么老吧 你只要肯教我 我肯定能学会的 要不你 你先吃点 我去给你冲杯咖啡 今天晚上到多晚我都陪你 那你等等 这里面那些最基本的你都会吗 不太会 跟我进来吧 谢谢啊 小卢师傅 哎呀 这都两个月了 这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 你说这个人会不会跟杀老太太那个人一样 逃到外地去了呢 首先要排查案发之前在本市 案发以后离开的人 人手不够 不能扩大排查范围 就在隔庭和案发现场排查那种人 怎么啦 有情绪啊 没法没情绪 以为有了高科技吧 咱办案就容易了 可找了那么多人都不是 固执还要咱们找 往哪儿找的 没错 关键是咱们费了那么大劲 我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邱姐 你是没接触你死者的家属 我一去呢 他们就躲着我 再问的话 就说按照病死结了吧 别费那个劲了 你看看 连家属都是这种态度 我跟你们说啊 顾知当年办南郊杀人案的时候 排查了好几千个人 一个案就是好几个月 咱们才能当哪儿 破这种无头案 就是比耐力 他藏的事 咱们就得钻得洗 线索就在千丝万女中寻找 跟沙里淘尖一样 多比谢谢 林哥 你这是刚来 你知道吗 我们这几个月 可算是费了老鸣鸣 一个月就没怎么消停过 可是呢 这查来查去 什么结果也没查到 行 苦啊累啊 咱们就不说了 我就想说 咱们这是为了什么呀 就为了一个赔酒的 两百多个人 搞了几个月 劳民伤财的 是吗 是啊 而且这种案件 真破起来的确就困难 就全国来讲 未破灭的当中 这种案件的比例 占得也不小 我们就算是有一个破不了 这也正常 固执干嘛就这么认死了 固执什么样人 你们还不了解啊 案子不分大小 犯了就得破了 行了 别抱怨了 干活吧 啊 这案子久攻不破 大家情绪不太稳定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别想那么多 通知段家 一个小时以后 在大会议室开会 好 都来了 大家先告诉我 这是什么呀 照片啊 照片啊 没错 还是放大的照片 思者叶一文 这是一人对不对 也是一条命对吧 人的地位有高有低 出身有贵有贱 职业有好有坏 但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对吗 今天我都想问问大家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样的人 被谋害了以后 我不该管 什么样的人 被谋害了 我们可以放任不过的 她 一个是我女子 没有好的出身 没有好的地位 没有金钱 只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和一个四岁的 很少见面的儿子 她的生命在二十七岁的时候 被无形地剥夺走了 我就想问你们大家 如果不是我们刑警 替她讨回公道 把凶手绳之以法 谁可以管这事 如果你们能找 我谢谢你 又是一上午 什么线索都没有 哪儿这么容易啊 一出案子就破 那是拍电影 都别泄气 该来的迟早回来 咱们得快点了 快过饭点了 已经过饭点了 行了 我请你们几个一块吃饭吧 真的 林哥你请客啊 不用啊 林哥现在回家来得及 秋姐 人家林哥好不容易张嘴请客客 你就给点面子行不行 是啊 秋姐 这回啊 老林请 下回我请 咱轮着来嘛 对 行了 前头就有一家不错的火锅店 带你去尝尝 你不要再来 你去尝尝 好 我去尝尝 你去尝尝 你去尝尝 咱们今天能吃的这种苦瓜 绝对要感谢秋姐 你谢谢我干嘛 你先让林志华请客 我们要不是因为你 你应该才会请客 对吧 对啊 我怎么觉得这苦瓜的味儿 不如以前啊 你逢得 你应该才会请客 难不成你以前带邱姐来 哥 这么多吃的堵不住你的嘴 朋友带不来的 服务员 你们这儿的火锅底料 味道怎么不如以前了 是吗 换厨师了吧 对 之前那个厨师 他突然不干了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再回来一下 之前那个师傅是什么时候走的 好像走了有两个月了吧 好像是 小冯 黄大厨走了有两个月了吧 对啊 好像是 您能帮着回一下具体时间吗 好像是五月十六号 你确定 对 那天我们经理的儿子 结婚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师傅了 谢谢 他叫黄东 手艺还不错 就是爱玩 爱玩 爱玩什么 这个 没事 有什么尽管说 他就有什么问题 跟你们店没有关系 再说他不是不在这儿干了吗 就是爱耍个钱哪 就是找个小姐什么的 爱赌 爱嫖 对 他挣了点钱哪 全看这个了 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呢 大概两个多月了吧 具体什么时间 五月十六号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就那天吧 正好是我儿子结婚 本来说一块儿是喝喜酒 结果他没去 晚上我到店里吧 值班经理跟我说 说黄师傅已经走了 他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据说是要去新加坡 我说那边儿挣钱多 一直都没回来 没有 就连个电话也没有 本来我这店里还欠他 这半个月的工资 他都没领 好 对 这黄东照片啊 今天去处进管理局调查过了 黄东的确报名的老五输出 去新加坡当处试了 什么时候报呢 今天年初一月份 你还没想到 虽然是在案发尸前 但是有一点比较可疑 就是他原本五月二十五号的机票 改签了 提前十天走了 我们对黄东做了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个人 吃喝嫖毒样样独战 经常在夜间游戴 这黄东作案时间 因素条件全都具备 可以列为重点嫌疑人 好的 可他人在国外 没办法采集他血药了 算了 他跑了 没关系 你有爸爸 好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这么亲人在国内吧 肯定有啊 那就从他最亲的人身上采取 拿到我这儿做DNA检验 好 我就说 我没看错人 齐大姐 我们是采黄东父亲的 鞋验他母亲 谁得都行 可是采人家血总能有个理由啊 这是协助班 还有什么理由啊 那不行 他现在只是被怀疑对象 你现在张晓出去 就等于给他报了信 万一他从新加坡 再跑到别的国家呢 怎么转来 秋冰说得对 咱们只得想办了 公安局啊 找黄东有什么事吗 他出国了 一点小事 他不在没关系 有您就行了 您就自己在家呀 我老伴走亲戚去了 是这样啊 黄东在出国前 在我们公安局填写资料的时候啊 血型这一项他忘了填了 按照规定啊 这些资料是必须要填的 我们想问问您 记得他的血型吗 他还真忘了 等他来电话的时候 我问问他吧 也不用等他来电话了 其实我们按照您的血型 给他填上就行了 您的血型是 还真不太清楚 没化验过 这个啊好办 我们呀抽您一点血 回去一化验就知道了 您看行吗 行 抽吧 哎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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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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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